哈喽大家好,我是四平大胖,现在外套零下两斗 就这天嘎嘎好,不扫啊,这树叶怎么绿呢 我跟你说,这树叶前两天老茂密了,这都掉了一波又一波了 不下雪它都不掉,这柳树就是好啊 杨树啥的树叶找掉没了 今天咱们可有好菜,朋友们,我都多少天没吃着螃蟹了 今儿跟咱们有螃蟹吃了,这螃蟹远道来的呢 江苏的螃蟹,老好了应该 大闸戏专用 看看怎么样 哇塞,太棒了,旁白 我去 绑着呢 我的妈呀,咱们手掌大了 这也太狠了 这大蟹子 太棒太棒的了 今天又有口福了,朋友们,这也太狠了 这螃蟹是怎么事呢 这咋说呢,你说 自从干上自媒体 螃蟹真没烧吃啊 嗯,我春天前不是自驾游吗 自驾游,然后有个上海小老地,他说 一定要来趟上海,一定要来趟上海,要请我吃大波龙 嗯 然后这波自驾游上三亚,上海没去上 没去上回来,我只不 这上海小老地就性情了,他说我,我说你中私粉丝啊 然后嘎嘎给我一顿耍,嗯,说我请你吃饭的钱,我给你耍了 哈哈,我那也是吧,就咋的呢 嗯,就是,觉得跟谁好吧 就,绝对就不想欠谁的 嗯,然后我就让我媳妇给他悠了份熏肉大饼 嗯,意思意思 然后他,他说你要给我悠熏肉大饼 嗯,等到国庆节我就给你悠螃蟹 你要是说不要螃蟹,我也不要熏肉大饼了 就这么建立起来的友谊 嗯,行啊,熏肉大饼换螃蟹,我又不讲究了 哈哈哈,哎呀,一会准备吃螃蟹,朋友们啊,我媳妇没回来呢 我媳妇回来,咱就造螃蟹 媳妇马上回来了 螃蟹我准备蒸上 然后来个大骨头炖酸 大骨头炖酸高压骨,糊了四十多分钟了 怎么样啊,糊的 哎呦,脱骨了 这是上我老丈家那边买的大骨头 那天买的 这是笨猪肉 这是哈拉包 哎呦,真烂 酸菜 东北大酸菜 大螃蟹拿出来,清洗一下子 工地得有半斤多 母的也得有三两多 这也太大 江苏的螃蟹就是牛,给它洗一洗 一共,我这里留了一半 剩下一半给我爸和我妈拿去了 我跟我媳妇这些够辣 哎呦,我天呐,这太狠点了 顺风空运了,该说不说的 这运费不能便宜了 我以前我卖过羊腿,我知道了 运费成贵了 这也就是螃蟹 这要是别的运费 比那个 物品本身的价值都要高 哈哈哈哈 哎呦,我天呐 这锅 锅一直都放不下了 今天吃大餐了 看看 这老牛餐了 我都知道 我去了 咱也没见过这样子 这是母子 母子是也得不 你母子也不小 这宫子更大 你看看 我觉得这点这么大呢 一个都半斤以上 我去了 也太有口福了 这也 蒸了半个小时 不到熟一熟 不是咱也没看过这绑草绳的 绑草绳的咱都买过 但是哪有这么大的 小的那种像河西 就是那种小的吗 对 这过瘾了 然后这边我炖一锅酸菜 大骨头炖的酸菜 这酸菜老好了 漂亮 漂亮吗 你就说 太带劲了 这也真呀 哎 老陈似的 我这一定 必须的 起码的刀 啥样 行 挺带劲 多好 好 吃到手炖 酸菜炒鱼 好像也都挺长时间 今天这个 这个为啥好吃 酸菜炒鱼 农村大笨猪肉 上回是不是 大笨五十 上回是上那个在胜利买的 这可不一般的 好了 还得味道 出油啊 油多 小了不行 自己家爱吃 他自己也得吃 干辣椒呢 红辣椒呢 我给你拿红辣椒呢 然后我够不够 我说够了 够 够 太够了 烧辣椒 哎哟 赶紧吃吧 土啊 哎哟 今儿菜太硬了 来自上海老弟的大螃蟹 上海老弟祖籍江苏 俗话说得好啊 螃蟹有价 勤无价 特别感谢啊 然后这是农村的大斑骨 嘎嘎香啊 整点皮冻 大骨头酸菜血肠 今天可高低喝点好点啊 菜太硬了 开灶 我老张也没口福啊 哎呦 走得太着急了 你再待三天 这不就是大螃蟹不就吃了 三天 多待一天都待不了 三天 哎呀 来吧 庆祝一下子 这是靠的是刷你脸 那我刷你脸 这不都是你的人脉吗 你可拉倒了 你要再这么说 一会我都要不下去了 来吧 走吧 这太沉湿了 真说 先把腿整一下 嗯啊 先把腿整一下 先吃那啥 哎呦 哎呦 这屁股里都有肉 哎呦 这屁股里都有肉 哈哈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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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瞅咱俩都没见过市面的样子 你以前确实没试过这样的 嗯 我的妈呀 看看 这肉 哎呦 满滑 什么叫香嘴了 哎呦 哎呦 看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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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嗯 你那是公子 老陈似的 我这是母子 咱俩这么吃 我把这大母子这一块给你 然后我咱你这顶上掘一半公子 哈哈哈哈 有一半呗 哎这么吃 哎吃一下就这么吃 把喇叭 把喇叭拿吃 太香了 真 真好 太有口服了 咱说这上海老弟 他在上海上吃什么海鲜自助去 这做家可得 人家有可能都吃够了 哈哈 真的 哎呀 真好 一吃螃蟹我就想起唐山怎么事 哈哈哈哈 没事 嗯 唐山那个你吃没带回来 今儿这个你再加吃一点 你带不出去就给加了 嗯 以后上外边不吃螃蟹了 吃完也带不走 嗯 丢银 哈哈哈 嗯 嗯 嗯 太香了 都冒油 吃什么虾鸭蛋呢 吃螃蟹 哈哈哈 我来到东 我一听 早上给我打电话 嗯 他就说点快递到了 嗯 我背心的啥 把这个锅给我附加鱼 嗯 螃蟹 嗯 我一听 中午给孩子做完饭 我一口没吃 嗯 吃完个早饭 中午给孩子做完饭 我一听他 到家了 你已经把它就扔好了 嗯 来 明天就不这么肥了 那是 那到时候你不当天吃 你还能割吗 嗯 哎呀 哎呀 嗯 真好吃 嗯 嗯 来吧 整一口吧 嗯 用我老丈人话讲 就是感谢的话 我就不说了 都是应该的 哈哈哈 你跟我老丈人说的 哈哈哈 那你老丈人跟你说行 你能这么说吗 我我瞎说 啊 感谢感谢 嗯 嗯 什么叫顶盖 谁人 就把盖顶都要要要冒了 对 嗯 吃块大肉吧 等上海的老弟要来的话 我高低给他炖 给他整一桌子肉 给他炖 不用 就给他炖一条大胖子 嗯 你太口了 就一条胖子都不行 他自己点的 不是 那只是其中一个菜 什么 大肉 他愿意吃大肉类的 嗯 整整笨猪肉 嗯 就是这个大骨头 你到底给他整 老香了 就是这骨头 嗯 这只骨头熟食讲 嗯 农村的 嗯 笨猪肉 你发现肉还紧实 然后他这肉 不是那种死肉块 我都呼老乱乎了 在底下这个镜头给你 高压锅干了40分钟 你算是吗 真的 太香了 然后你吃这肉 你就感觉 才刚刚好 其实脱骨了 嗯 吃点小蒜泥 但是感觉这肉没糊面糊 知道 嗯 嗯 用你的话 就今儿子差 你不得喝好 我不想 哎 我老张也没宅着 差点伸 人不行 跟你喝差 差多了 我就愿意把这个腿先都拽一下 错了 全只拿着这个腿吃呢 不行 拿着不得劲啊 我就愿意掰一下 然后吃 然后最后再吃这个腿 嗯 嗯 以后咱俩吃螃蟹 风光明确吧 你负责吃腿 哈哈哈哈 你吃黄 我那天看个视频 有个孩子就吃腿 然后 你当时就讲 这孩子是我家的吗 哈 心都给我了 哎 孩子说这这这肉不能吃 嗯 就只能吃腿 哎呦 今天必须喝点好的 我吃 这 这螃蟹我让你今天喝好酒了 嗯 看看 这酒花 嘎嘎板 哎呀 这大螃蟹你不得摟点好的 你能对得起这菜吗 哎 能对得起这人吗 哈哈哈哈 这要上海老弟坐着给你喝呢 直接给你喝好口 哈哈 哈哈 那就是咋呢 我以后跟他要是真有一天能喝上的话 我四瓶皮的对他一瓶白的 不算玩耐吧 是吧 意思你喝二斤 我喝八瓶皮的 四瓶皮的是四斤 啊 四斤皮的顶一斤白的吗 这是四瓶规矩吗 是不是 四瓶你定的规矩 嗯 嗯 因为啥呢 那天人家西宁妹夫来 不对呀 我那四瓶皮的对他半斤白的 哈哈哈哈 你要是一斤白的对八瓶皮的情况下 那我找他下来 嗯 你也就是一斤皮的 一斤白的对你四瓶皮的正好 正好 我能喝八瓶皮的 他干二斤白的 嗯 这根螃蟹为啥有的是 绑那个 草绳 有的是绑麻绳呢 有啥说的吗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帮草绳增重啊 看看啊 你大麻绳的话也挺大啊 草绳吸水啊 麻绳也增重 就尼龙绳不增重 也增重 这是 你看我看绑麻绳的 你要不就绑那厚皮筋的 嗯 绑草绳的 嗯 但决定也是有点啥说的我感觉 但我感觉 绑草绳的好 有股青草的香味 嗯 带点香气呢 你要是绑那个厚皮筋的 你说你剪还是不剪 那皮套有股味 对这蒸完之后它是草 哎呀 哎呀 我昨天看一个视频 哎呀我的妈呀 那视频看完 嗯 我晚上很难以入睡了 反正 嗯 兴奋了呢 还是小心 一个扎皮杯 一个小杯 一瓶啤酒一瓶白酒 你说它整个倒的 扎皮杯和一个小杯 嗯 一瓶皮的一瓶白的 嗯 别让我用白的到扎皮杯里去了 正好 浮溜浮溜的 一扎皮杯 哎嘛 然后呢 然后呢 我本来以为它是会拿着皮的喝 没有 先把扎皮杯端起来了 一口羊了 吃口大葱 然后 抽两口盐 把小杯端起来 哈哈哈哈 我的妈呀 我这一下给我干不会了 嗯 嗯 要不怎么昨晚没睡好呢 做梦都在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我以前有个朋友 媳妇 经常喝酒提杯的时候就爱说一句话 小话 我何德何能 嗯 真的 谁啊 嗯 你就别问谁了 嗯 真的 意思你何德何能 还能吃出唐山大螃蟹 还能吃出江苏大螃蟹 是这意思吗 其实 你不光是吃螃蟹 我就想说在 嗯 这五个月 嗯 我是从失落中走出来的 何德何能啊 你说 人家看你失落的时候 一直在拽着你 是不是 哎呀 都是 用我小舅的话讲 就是啥呢 杯中酒 酒中情 哈哈哈哈 杯杯真感情啊 杯杯都是真感情啊 好来 嗯 咱俩继续努力 给大伙带来快乐 明天见 哎 走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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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